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84集 回到萧家的时候已是夜深时分 是杜修远等人搀扶着他回来的 饶使林将军自认铜皮铁骨 却也架不住这一顿豪打 他背上伤痕累累 血字隐线 连见惯了搏杀场面的重将也是暗自心计 这老胡还真是根直肠子呀 军人打架就是一根大道通到底 服就是服了 没有二话 苏木柏手下将士原有一万之众 今日亲眼见了林将军忠肝义胆的情形 皆暗自心折 主动与他握手严好 林将军挨了这一顿鞭子 却能换到重心所向 在军中威望更上一层 这倒是杜修远等人没有想到的 胡不归也是浑身伤痕 不过他是经过了无数战火洗礼的老油条 皮实得很 不像林将军这样的小黑脸经不住打 胡不归挨了鞭子 又与众人痛饮了烈酒 便倒在地上沉沉睡去 那背上的层层伤痕 仿佛不存在似的 这大胡子 老子什么都不服他 就皮糙肉厚这一点 不服也不行了 白袍小将林将军将那披风雨雨扇一扔 心里无奈地想到 几人掺着林将军方才到了店铺门外 却见一顶小叫几几从远处行来 还未行到近前 便听到一个女子声音在里面交集道 停下快停下 小叫几几落下 一个女子飞翼班子里面冲了出来 望见被众人搀扶着的林三 先是一愣 接着便不由自主眼眶一红 泪珠扑扑落了下来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林婉容嬉戏嬉一笑道 没事 而今日起码不小心摔了一跤 明儿可就会好了 就会扯祸 那女子抹了泪珠 冲过来望了她一眼 咬住嘴唇气道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大小姐靠近林三身边 望见她背上错乱的鞭痕 顿时心惊肉跳 小手捂住嘴唇 泪珠落得更急了 护送林婉容归来的杜修员 满脸尴尬 抱拳道 夫人 末将护卫将军不力 请夫人责罚 什么夫人 你 你可不要乱说 大小姐泪珠依旧 脸色却是通红 瞅了林婉容一眼 强自道 我从来不乱说 林婉容苦笑道 但是别人乱说 我就管不了了 你这死人 都这般模样了 还要欺负人 大小姐心疼地 撑她一眼 扶住她胳膊 偷偷向她背上一望 顿时又背上心头 急急忍了眼泪道 各位兵大哥 快请屋里坐 皇儿 勘察 杜修员匆忙白手道 夫人折煞末将了 今日未能护好林将军 小的实在温馨有愧 眼下将军已经安然返回 只有委托夫人好好照顾于他了 林将军乃是我军将士之灵魂 末将代表我军中数万将士 谢过夫人恩德了 杜修员说着 却是含泪跪下 向大小姐磕头 肖玉座唧唧道 这位大哥说的哪里话 照顾他本就是我的责任 哪里是什么恩德 你这死人 还不快说句话 快让这位大哥起来 林婉容咧嘴一笑道 杜大哥 你就快些起来吧 要不然待会儿 他还不知道怎么折磨我呢 他眉头一皱 却是轻声叫了起来 原来是大小姐听他胡言乱语 忍不住在他腰间轻轻以捏 他惊叫之下 触动身后伤口 疼得叫了出来 肖玉若又是后悔 又是心疼 急急拉住他手 眼中满是愧疚 杜修员起身感叹道 将军与夫人恩爱异常 实在羡煞旁人 末将不敢打扰您二位 就此告辞 林将军 兄弟们来日再来看你 林婉容摆手一笑 大小姐脸色羞红送他出去 转身回来的时候 却见林三脸色苍白 憔悴不堪 哪里还有平日里生龙活虎的样子 没了外人在 大小姐满腔的担忧与恼怒 便不再掩饰 泪水像是绝了滴的河水般 花花流淌 你这死人 我才一日不在家 你怎的就闹出这般模样来 林婉容嬉嬉笑道 今天这事是个意外 兄弟们太热情了 挨几点鞭子也没什么关系的 你不是在徐小姐家待着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最起码要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呢 大小姐抹了眼泪轻道 原本是想与徐姐姐多许些话的 只是想着你这阎王留在家里 也不知道闹出些什么难受的事 正心里不安 徐姐姐便回来了 说你受了重伤 我 我 我吓得活都没了 说到这里 萧玉若早已忍耐不住 莺莺哭泣了起来 又想起方才一路担忧的情形 眼泪便如放了闸的河水 稀里哗啦止不住了 哼 徐志晴这丫头说了些什么 把大小姐吓成这个样子 见大小姐苏兄几斗梨花带雨的模样 饶使她方才血气方刚 眼下却也没了半分脾气 拉了拉大小姐的手笑道 别哭了 我没事的 不信你亲我一下试试 是什么 你不愿意 难道要我亲你 拜托 我是伤员呢 亲你个头 都这般模样了 心里还在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大小姐休急交加 轻声横道 见林三姓姓模样 她心里一揉 再也扳不起脸孔 伸出小手 轻轻抚摸着她背上的伤痕 声音颤抖道 这是谁打的 下手这般狠毒 疼吗 林婉容微叹道 是有点疼 不过肉再疼 也比不上大小姐 你的心疼啊 油嘴滑舌 萧玉若脸 泛红韵木泛柔光 轻叫一声道 黄儿 在门外伺候的小丫头 便急急进了门来 大小姐温柔道 三哥受了伤 你与我一起扶她进去 黄儿应了声势 两人便一起架住她 小心翼翼翼往屋里走去 被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包夹的滋味 着实让人心里搔痒难耐 感受着二女柔嫩的香肩与腰支 望着大小姐秀美的脸颊和洁白娇嫩的小耳垂 她骚心大发 靠在大小姐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 萧玉若心里一颤 浑身发软 脚步都有些站立不稳了 她秀脸发烧 狠狠瞪了她一眼 那怒中待休的神情 销魂之极 唉 还是上床舒服啊 二女将她面朝下放在床上 林婉容抱住枕头 深深感叹一声道 大小姐也不理她 对小丫鬟道 黄儿 你去准备药水 哦 对了 还有剪刀 林婉容吓了一跳 叽叽道 大小姐 你要剪刀做什么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我还没死呢 一切功能都很正常 不信你试试 黄儿扑银一声轻笑 大小姐羞怒交加 想在她身上来一下 却怎么也舍不得下手 只得在她手心里 狠狠抓了一下 胡说八道些什么 叫人听了笑话 带那小丫鬟出门去 林婉容便拉住她手 大小姐脸色温柔 乖巧地坐在了她身边 想起徐止情对自己说过的话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声 林婉容道 大小姐 你今日神色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在徐止情那儿 受了什么欺负 告诉我 我给你找场子去 我不受你欺负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哪里还会有别人来欺负我 大小姐叹了一声道 林嫂 我问你一件事 你需得好好回答我 不许有一丝一毫的隐瞒 天下还有比我更诚实的人吗 林婉容面不改色套 大小姐 我与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我的这个长处 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了 还要我再重复吗 大小姐神情痴痴傻傻 望着她轻声道 林嫂 若是我有朝一日 我也像萧小姐这般不见了 你会这样疯狂地找我吗 也会为了我做任何事情吗 林婉容吓了一跳 不会吧 大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虚致情那丫头和她说了些什么 让她这样胡思乱想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宾 萧玉若紧张地望着她的脸色 见她犹豫 心里一阵剧痛 泪珠滚落下来 却坚强地别过脸去道 算了 你不用说了 我不想听你说谎话 大小姐 你看着我的眼睛 林三语带志诚 无比正经地说道 干什么 大小姐望了她一眼 只见她眼睛睁得又圆又亮 似乎满是真诚 你从我眼睛里看到了什么 林三微笑着道 大小姐强忍了笑 轻道 除了血丝 什么都没看到 林婉容眉间黑线银线 这小妞咋就不入戏呢 她轻叹一声道 唉 大小姐 每个人在我眼中看到的样子 都是不一样的 同样 在我心里 你和清玄也是不一样的 她圣洁高贵 似是月宫里的仙子 你成熟而又艳丽 便是水里的洛神 这洛神和嫦娥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高贵 就像一根贬单的两头 你一定让我分出哪边中哪边青 这不是为难了我吗 什么嫦娥落神 说得好听 若真是如此 我叫你离开那萧小姐 你愿意吗 大小姐眉间含笑 木饭柔光 清道 林婉容摇摇头道 没有这个可能 就像清玄如果要让我离开你 我也不会答应是一个道理 唉 博爱是一种伟大的胸怀 纵使世上无人理解 我也要将博爱进行到底 讨厌的坏蛋 大小姐轻哼了一身 脸泛红韵 紧紧拉住她手道 我小玉若自认聪明 却不知道哪里招了你 便被你这样拿得死死的 若是你敢对我薄情 我便死给你看 薄情 林婉容吃惊道 这还是人做的事嘛 大小姐 请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两个字 听到这两个字我就浑身打哆嗦 左官 大小姐称笑一声 小手在她掌心里轻挠了一下 林婉容心里骚痒 顾不得背上伤痛 手上用力一拉 大小姐惊得啊了一声 却是瞬间扑倒在床上 正靠在了她的枕边 你要做什么 大小姐见她脸上似笑非笑 面颊便近在眼前 心里扑通直跳 却是兴不起一丝反抗的力气 萧玉若苏兄极颤 身躯微微抖动 面上浮起两抹浓浓的红韵 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抖 莲花小口微土 朱唇一张一息 震震如蓝的芳香 自她口中吐出 说不出的火热诱人 奶奶的 拼了 林将军眼中火热 心中搔痒 背上疼痛也顾不得了 却是一翻身便将萧玉若搂到了怀里 不要 躺在她怀里 大小姐娇躯酥软 眼中妩媚如水 弹口火热 轻轻颤道 要的要的 林将军微微一笑 双手缓缓扶上她柔嫩的香肩 轻轻揉捏一阵 便由上而下 在她滑如凝枝的腰际 一番徘徊 又自顺流而下 魔爪一探 正抚上那风挺的翘臀 大小姐柔软如团棉花的娇躯 一阵轻颤 紧紧摁住自己 正在臀伴上作怪的大手 脸口轻吐道 你这坏蛋 怎的如此大胆 便不怕我娘亲治你 她治我 我治你 林婉容无耻一笑 顺着那柔滑的丝段 将肖玉若隆起的翘臀包裹的 珠圆玉润 她急吞了口口水 大手一伸 便揭开那裙摆 往里面探去 小姐 丫鬟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却一下子惊醒了 正无比亲密的二人 大小姐急忙一下 翻起身站下地来 脸上红的都能拧下水来 美目瞻她一眼 无限羞涩道 你这坏蛋 便是受了伤 却还能做出这般坏事 我 我讨厌死你了 咦 你不说 我倒想不起来了 原来我受伤了呀 林婉容喜喜一笑道 连一个伤员都不放过 你说什么 大小姐又羞又怒 却是一下子扑到她身上 两人嘻嘻哈哈 闹成一团 两酒方才止住 大小姐望她一眼 呼地扑到她怀里 眼泪速速落下道 你这害人机 我每日便都这样想着你 念着你 恨不得与你永远这般才好 美丽大没办法 林婉容双手一摊 还住她细细小蛮腰 轻道 这样还不算好 还有些更美好的事情 等待我们去做 其实现在这样也可以做 老树盘根 倒椒蜡烛这两事 我很久没用过了 不如我们今天来共同探讨一下吧 虽然不明白这两事 是个什么来路 但见她眉眼间的色笑 便知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小姐恼怒地 在她身上挠了一下 环儿却已取了窗药 急急走了进来 嘿嘿 环儿 你来得真及时 林婉容嘻嘻一笑 意味深长说道 老实点 大小姐欲言飞红 小手在她屁股上 重重拍了一下 大力点 再大力点 林婉容发出一阵怪叫 听着二女娇言火烧 环儿羞地转过头去 大小姐怒也不是 羞也不是 恨不得将她屁股踹个稀巴烂 只是心里 却隐隐地留恋着 这种欢心的味道 取来剪刀 细细地为她剪去 与淤雪 黏在一起的布衫 林婉容虽是吟叫不止 只是脸上痘大的汗珠 和变吊的嗓音 却显出了她巨大的疼痛 环儿看得心惊胆颤 早已扭过头去 不敢看那血肉模糊的背膀 萧玉若紧咬红唇 小手微颤着 为她剪去布衫 泪珠却一道道地 在眼中打转 待见到她嘴唇咬出的鲜血 便再也忍不住了 扔掉药水剪刀 一把扑在她身上 用自己娇嫩的脸颊 轻轻抚摸那火热的伤痕 你这坏人 真要了我的命了 环儿见小姐痛哭 便也跟着扑在她肩头 娇声哭泣起来 两个女子的泪水 顺着她肩膀流下 落进伤口 却是振振的疼痛 妈的 我忍 林婉容身上难受 心里却是骚痒 脸上浮起一个 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好一对同命鸳鸯 好一副狼情惬意 一阵娇笑声自院中响起 那声音听着四远四近 便仿佛回响在几人耳边 大小姐一惊 急忙停止了哭泣 转过身来惊道 何人喧哗 小丫鬟还儿也吓得一哆嗦 急急躲在了二人身后 哗啦一声大响 门板已被人一脚踹开 门口却是站着三个蒙面黑衣人 手中直着明晃晃的钢刀 眼中射出战战神光 正盯紧了林宛容 你 你们是何人 大小姐心里一惊 脸上献出一丝恐惧 却勇敢地护在了林三身前 不叫她受到盯点伤害 来了来了 安姐姐演得好戏来了 林宛容心里一阵 惊喜中带着些忐忑 勇敢地跳出去 挡在二女身前道 来者何人 速速报名 本将军饶你们一死 话音未落 便见一阵明晃晃的刀锋 直往眼前闪来 那刀声呼呼带风 来势迅 竟是一点未留情面 要生生将她披在刀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